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咱小时候 看看那黑白电视 一天就几个小时 那九二下午还休息 是啊 都雪花了 现在电视呢 是每天24小时 不间断地都有节目 而且呢 手机也代替电视 没错 我们随时随地的 都可以看到 这些好看的节目呀 或者是想看花园松的朋友 也不用说每天就是 必须的 你守在电视机前 是啊 在上班的这个路上 你通过这个手机 你也能和我们两个人互动了 那要说啊 最近呢 有这样一栋公寓就火了 路上印着我们曾经 最不想看到的电视图像 怎么样 看看是不是有一点 童年的阴影呢 仿佛啊 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啊 哎呀 印象很深刻呀 这个图像代表了 像我刚才说到的 是 每周二下午 不能看电视节目了 对 阴影啊 哎呀 我们现在再也看不到 这个标志了 你说这大楼 印上这个图案 这分明真是玩怀旧主题呀 可能是哦 是吧 欢迎回来 这里呢 是欢乐不间断 精彩不停歇的欢乐送 那本栏目呢 由不服老旧服态 善态堂牌 小分子态冠名播出 此时呢 收看节目的观众 可以通过手机 来和我们互动了 参与的方式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拿出手机 点击微信 点击发现 点击摇一摇 此时呢 可以将手机靠近电视 或者是调高电视声音 来进行识别 是的 摇动手机就会进入到 我们麒麟卫视的 官方微信平台了 在我们的平台上 您呢可以抢红帽 抢礼品 生活妙招 养生达人 更多的节目信息啊 我们也会随时的发布了 还等什么呢 一起来摇动 今天啊 听说有的朋友们 反映这个家里的窗户啊 总是有这个水雾 那有的时候呢 水啊 顺着窗户流下来 家里特别的潮 谁家呀 跟我家一样呢 是吧 我家 我以为我家冬天 到了这样 这就是正常现象了 那当然了 这不是正常现象啊 那你看啊 这是室内外温差 导致的水凝 究其原因呢 还是北方室内外的 温差太大了 你想啊 对家里面较弱的水蒸气 遇到较冷的这个玻璃呢 直接冷凝成了 液态的小水滴 就从这个气态变成液态了 附在玻璃上 形成了这样的水雾 这假的 说的可专业了 我发现我这个物理 突然学这么好呢 谁不知道是的 人我们想听啥呢 解决办法 强力要求说解决办法 就告诉我 你听我接着说呀 那临时的办法呢 可以往窗户上 涂上这么一点肥皂水 长久的解决办法呢 最好是拆下密封条 烘干窗户上 和里面的水汽 然后呢 我们要重新装上 密封更好的胶条 并且打上玻璃胶 每天呢 一定要注意通风了 减少室内潮气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换密封条 和这个窗会有关系 是 而且还要用 好 欢迎回来 这里呢是由 不服老旧服太 善太堂牌 小分子太 冠名播出的欢乐送 善太堂确实好 但我不光服他 我还服你啊 怎么呢 就是妙招达人嘛 每天给我们介绍 这个好多生活小常识 那专业嘛 不好是不是 是啊 接下来要说的是 这个假如有一天 我要是中大奖 做梦吧你 不是 什么意思 怎么样 就假如啊 中大奖你想怎样 那我先买一个好相机 我要亲手记录这个 美丽却不完美的世界 愣装艺术家 行啊 再拍一个绝世好镜头 专业 是不是 就这么定了 晚上先第一步走起 这个 羊串不迟了 我攒钱 我们来彩票 行了 咱还来点正事吧 您先放节目成吗 给你最有趣的新鲜资讯 给你最有用的绝技妙招 这里有好玩的笑话罐子 这里有爆笑的明星大咖 欢乐长相伴 精彩不停歇 就在吉林卫视欢乐送